65 明報 大馬凍結基金六戶口渣手上涉收錢 2015年7月8日國際A22馬來西亞政府作表示 針對該國主權基金一馬發展公司近7億美元資金 被指轉入手上納吉布斯人帳戶一事 當局以下令凍結六個涉及1MDB的銀行帳戶已作調查 大馬32個非政府組織作發表聯署聲明 稱嚴正看待今次事件 敦促納吉布向人民作全面語清楚解釋 並立即停職以來調查 參與聯署的非政府組織稱 1MDB資金涉嫌流入納吉布帳戶屬嚴重指控 基於涉及資金屬公堂 納吉布應立即出示證據逐點駁斥指控 直接向人民作全面及清楚交代 並向率先報道事件的 懷爾街日報及被指為幕後黑手的前首相 馬哈蒂爾採取法律行動 上庭奪回他自己一直強調的清白 而基於案件仍在調查 納吉布必須停職以免干預反貪匯 警方及國家銀行組成的特別調查隊工作 32組織觸納吉布停職特別調查隊作宣布 以統計六個涉刊銀行賬戶 並從兩家銀行取走17個賬戶的資料 但沒透露賬戶持有人身分 《華爾街日報》公開部分調查文件 顯示有大馬銀行鎮Bank和艾芬銀行 《華爾街日報》上週五報導 大馬調查人員從調查文件中發現 一筆近7億美元的政府投資金額 被輾轉匯入納吉布個人銀行戶口 納吉布否認指控 聲言將日品控告《華爾街日報》誹謗 《華爾街日報》強調報導是基於可靠消息 《星洲日報》《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